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修成人道 只是未归正光 大圣把扇子还我 从此改过自新 修身养命去矣 就在孙悟空准备还扇子的关键时刻 那个神秘的土地又出现了 他告诉孙悟空 先不要还他 死女身之夕火之法 断绝火根 再害他扇子不迟 不然以后还会复发 孙悟空醒悟过来 马上逼问铁扇公主断根之法 铁扇公主没办法 只好说了实情 连扇四十九扇就永远不再发了 孙悟空拿着扇子 果然一顿狂扇 四十九扇之后 有火处下雨 无火处天晴 火焰扇彻底灭掉了 之后 孙悟空再把扇子给了铁扇公主 他后来也得了正果 金藏中万古流明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疑惑的是 铁扇公主最开始为何不说实情 还急着要扇子 土地揭穿老笔后 他仍要求要回扇子 按理说 这个时候扇子已经没用了 他拿来干啥 首先要说的是 在真实的地理中 也是有火焰山的 就在新疆一带 因为地下煤层过多 慢慢漏道的表面 与空气中的氧气相结合 就产生了自然 新疆昌吉硫磺钩煤田区 是中国最大的煤田火区 面积达一百八十三平方亿 燃烧时间达百年之久 烧掉圆煤四千余万吨 这么大的火 而且从地里烧起来的火 可不是三四十九扇就能弄灭的 只能忍看银子化成水 一点办法也没有 而对于燃烧深度 小于三十米的煤田火灾 可以用大型机械包开火源 注水降温至临界温度七十度 再进行注浆冲阵列系 最后地表实施大氛围覆盖才可以 大家看看 这火焰山 要真正灭掉火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回到刚才的话题 铁扇公主从一开始 其实就不相信能灭掉火的 或者说 他只相信三扇子能暂时扇灭大火 第二年又会复燃 那么七七四十九扇能灭火 他怎么知道的呢 要么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要么是某位大神告诉他的 但是 他绝对是没有实践过的 所以 他无论如何要把扇子要回 就是在想 如果山里的火重染 还有各样灭之物 对这些 他当然不能给孙悟空说了 无论如何 对失去了老公的铁扇公主来说 还是要留点底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